作為第一代天氣先生 紅色暴雨警告訊號 你應該說不少了 但你有沒有聽過人類生存 拉響了紅色警報這個說法呢 Natalie 你這次就考不到我 這句說話是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所說的 Code Red for Humanity 它是看了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特陸號報告書之後有感而發 這份重量級報告書有成四千多頁 詳細地分析了當前的氣候形勢 和未來短、中、長期的氣候形勢的發展 和對地球的衝擊 這個報告指出 根據現在我們人類排放溫室氣體的速度 很大機會在2040年之前 已經超越了攝氏1.5度的升溫境界線 所以秘書長形容現在的形勢為 紅色警報其實都很貼切的 世界各國在2016年簽署的巴黎協定 爭取在本世紀末 將全球升溫控制在攝氏2度以內 並盡量控制在1.5度以內 照你這樣說 看來1.5度的目標都很難達到 真的不是太樂觀了 IPCC就根據了現在全球的社會狀況 人口的增長 和經濟和科技的發展等等的範疇 假設了五個溫室氣體排放的情景 即是極低、低、中、高和極高排放 唯一可以將世紀末的升溫控制在1.5度之內 就是稱為SSP1 1.9的 非常樂觀的極低排放情景 就算是低排放情景 地球的氣溫都會上升兩度 如果剩下那三個情景是實現了的話 那麼地球和你和我都不是那麼幸運 因為最壞的情況到了2100年的時候 地球的溫度是會上升五度的 我記得當年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 遇到太平洋賭國的代表 他們說1.5度是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即是生死存亡的關鍵 原來氣溫上升兩度和1.5度 對自然生態和人類的影響已經很大的分別 例如星溫1.5度可以阻止格陵南 和南極西部大部分冰蓋崩塌 有效限制海平面上升 令沒有那麼多島國和沿岸城市被淹沒 但如果升溫兩度的話 因為正反貴作用而觸發臨界點的風險 就會大大增加 例如一些比較大的南極冰塊也會崩塌 導致海平面迅速上升 是的 在生態方面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如果氣溫上升兩度的話 就有百分之九十九的熱帶珊瑚會死亡 即是差不多滅種 但如果溫度只是上升1.5度的話 就起碼有百分之十到三十的珊瑚可以存活 不要忘記了 珊瑚礁是有海底熱帶雨林的美魚 它營造了一個很重要的生態環境 給魚和很多其他海洋生物 所以0.5度的差別可以說差之毫利 謀以千里 當年各國為巴黎協定下的溫度目標 多番爭議之後 最終妥協達成總體兩度 爭取1.5度 這個不算很進取的目標 難怪令到最受氣候變化影響的人失望 這類人在聯合國的詞彙上 稱為MAPA 以至最受影響的人和地區 毛哥 你又可否用天氣先生的直覺 預測我們AR6哪個情境最有可能發生呢 Natalie 預測天氣相對容易 因為它是客觀和科學的 但預測長期的氣候變化 難度就很大 可以用人心叵測來概括 因為將來溫室氣體排放情境 是哪一個 除了決定於科技的發展之外 更大程度是決定於我們全球 每一個人的心態和取向 你知道 一個人的心已經這麼難測了 要預測80億人將來的取態 幾乎是不可能的 不過 現在氣候變化越演越烈 我相信人人都知道 既然我們人是高度智慧的生物 我相信我們將來都會選擇一個最理性的道路 但是因為現在困難重重阻力都很大 最低度排放這個情境 應該是沒有什麼機會的了 如果以我猜 我就認為低度排放 至中度排放的機會是最大 但就算是這樣 全球暖化都會持續幾十年 而海水因為吸收了大量的能量關係 還會繼續膨脹 海平面還會繼續上升幾百年 同意 我也是審慎樂觀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2022年的全球風險報告 氣候危機是人類面臨最重要的威脅之一 明白了這點之後 我們就會更加努力地轉危危機 政府、企業和民間團體 也都會努力地想怎樣去推進創新 努力地推進公正轉型和綠色復甦 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逆轉地球的命運 取消紅色警報了 去除了 出發 出發 出發